第231章 狮王 这惊天动地剧烈爆炸声将滞留在此地的众多修炼者都炸懵了 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皆跑出来观望大山的方向 感氏派众人则脸色惨变 在爆炸声时一响起的刹那 派主古月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可是他实在想不出 谁有这样大的胆子 竟然敢去招惹无敌狮王 杀呀 杀 杀呀呀 感氏派总坛外杀声震天 八大圣地传人分八个方向向着小山谷内冲去 彻底将感氏派众地包围 玄奘 齐腾 混天小魔王等人 每人接领着本门一百多人向里杀去 八大圣地不下千余人 如狼似虎一般冲进了山谷内 直到这时 小镇上的众多修炼者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竟然有人攻打感氏派 这实在太惊人了 大山内的爆炸声终于停止了 然而那座最高的山峰还在剧烈晃动 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响过后 大山如火山喷发一般 冲头上一大片黑色焰火 紧接着冒出滚滚魔气 随后乌云蔽日 整座大山上空一片漆黑 两声让人头皮发麻的鬼笑 响彻天地 让所有人生腾起一股彻骨的寒意 正在围攻感氏派 众地八大圣地传人顿时变色 玄奘 齐腾 南宫兄妹等人 历史知道坏了 陈南这个混蛋的情报有误 丰都山内竟然引有绝世失望 这让所有人皆变了颜色 但此时 他们已经和感氏派众人激烈交锋了起来 再想撤走已经晚了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大骂陈南混蛋 丰都山最高的那座山峰 鬼气森森 黑茫茫一片 光看一眼都让人心胆俱寒 老妖怪和周老怪已经腾空而起 二人近立于虚空中 冲着丰都山冷笑了几声 老妖怪利用千里传音之术 冲着大山内的魔云深处喊道 哼 少要故弄玄虚 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 赶紧现身吧 这时 陈南脚踏紫金神龙 也和雨昕一起飞上了高空 站在了老妖怪二人的身后 大山深处滚滚魔器中 两个高大恐怖的魔影若隐若现 每个人都高足有三米 四道鬼火般的幽芒 充满了仇恨 愤怒地扫射着陈南几人 一个阴惨惨的声音 从树里外传来 你们尽敢破坏我派尸脉 罪不可赦 都要给我去死 周老怪吃了一声 冷笑道 自古以来 敢尸派桑尽天良 祸乱修炼界 人人得而诛之 今日慢说 炸了你们的尸脉 我们还要彻底灭杀你们这些邪怪 轰 那座大山的封顶 彻底炸裂了开来 显然两个绝世狮王 动了真怒 另一个狮王森然恐怖地道 我等纵横修炼界数千年 虽有败迹 但从未有人能够灭杀我们 今日 即便我等不敌 你们也难耐我们分好 过了今日 我等地要图你满门 森寒的话语 如来自九幽地府一般 在整片天地间浩荡 令方圆十几里的人 都听得清清楚楚 所有人的脊背 都冒了凉气 老妖怪眼中 射出一张多长的绿光 冷冷地道 敢诗派自今日起 将成为历史的尘埃 再也不会出现 今日我等定要将你们这些邪煞 彻底灭杀 大山内磨云蔽日 两个高大的魔影若隐若现 显得格外阴森恐怖 其中一个诗王森然道 我就知道 最有希望摆脱失之之谷的灵师 早晚有一天会成为我派心腹大患 没有想到 既然成真了 悔不当初啊 这没头没脑的话 令陈南心中聚振不已 他也运用无上阴弓喊道 你说什么 雨昕他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去 诗王没有回答 两道如同鬼火般的幽芒 冷冷地扫射着陈南 虽然远隔树里 但陈南还是感觉到了 彻骨的寒意 多说无意 你们尽管来吧 我倒要看一看 你们如何灭杀我们 老妖怪和周老怪 相互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他们已经做好了大战的准备 随后老妖怪回过头来 客客气气地对雨昕道 姑娘还要请你在旁乡住 陈南捏了一下雨昕的手 他点了点头 老妖怪和周老怪二人 身体化作两道电光 快速向着大山内的 滚滚魔云冲去 地面上观望的修炼者 震惊无比 大山内实在太恐怖了 传说中的无敌狮王 竟然真的存在 那可是威震修炼界 数千年的绝世魔王啊 而老妖怪和周老怪 陈南等人的出现 也让地面上的修炼者 吃惊得张大了嘴巴 竟然有人向狮王挑战 而且想要灭杀对方 口气似乎比比两个 森然恐怖的魔王还要大 这让人们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有不少人 曾经见证过楚都皇宫大战 认出了老妖怪和周老怪 深知这二位 也是那种台掌碎天 跺脚裂地的狠角色 绝代高手即将大战无敌狮王 地面观战的众人 渐渐回过神来 许多人历时热血沸腾 一扫刚才的巨异 八大圣地的最杰出传人 恨透了陈南 如果得知有无敌狮王 这样的恐怖存在 他们说什么 也不会如此贸然行动 不过好在得知 有两位绝代高手赶到了 现在他们的情绪 渐渐稳定了下来 不然 八大圣地最杰出弟子 即将带领自己的人 撤退远顿了 老妖怪与周老怪 分别化作一道绿光 和一道白光 瞬间冲进了滔天的魔气中 魔云为之激荡不已 滚滚魔气 朝着四面八方涌动而去 原本阴森恐怖的高空 一下子清亮了不少 两个三米多高的狮王 冷冷地扫尸着二人 两人皆披头散发 赤裸着身躯 粗壮的身体死气沉沉 没有半点生气 巨大的头颅争獰无比 阔口疗牙 简直如同瘦人一般 猛一看二人 除了比普通人高大外 好像和寻常的凶恶之人 没有多大区别 可是 越是细看越觉得 两人邪意无比 即便是在正午的阳光下 都让人心生寒意 怎么看怎么觉得 这是两个恶鬼 我们已敢试派 第二十一代祖师的名义发誓 日后定要灭你们满门 两个恶鬼凶吼道 整片空间的魔气 剧烈震荡了起来 老妖怪冷笑道 白白发誓 今日你们定要死于非命 一个狮王冷笑道 莫要说是你们 当年连仙神 接下来的神灵 都曾被我们击杀过 你们自问比得过神灵吗 老妖冷声道 你们当真以为 我不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吗 哼 自古以来 感识派总共出现过四大狮王 那个斩杀神灵的狮王 比你们年代都要久远 当他产生灵智 非生仙神戒时 你们还未出现呢 而另一个击杀过神灵的狮王 也不是你们 他在那里 老妖怪手指 远方的语心道 他现在也产生了灵智 已经由死而生 你认为 他现在还会和你们 联手对敌吗 周老怪也冷声道 果然是邪怪 竟然甘愿和狮王融合 弄得人不人鬼不鬼 哼 只是你二人还没有完全 和狮王合二为一 还比不上 现在修为大俭的那个灵狮王 哦 不 是雨昕 四团鬼火在两个狮王的眼中 不断跳动 他们阴森森 急声道 人师合一的可怕之处 你们永远不会明白 废话少说 你们拿命来吧 两人如同鬼魅一般 身体一晃 便自原地消失了 高空之上 历史狂风大作 魔云闭日 四道血爪突兀地出现在魔云之中 猛地向老妖怪二人抓去 心风阵阵 狮气浩荡 巨大的血爪 长足有三四丈 荡针森然恐怖无比 远处观战的众多修炼者 心中皆泛起阵阵凉气 如此恐怖的场景 实在太邪义了 只见无边无际的魔云中 四只巨大的血爪狂乱舞动 追逐着如同拇指大小的老妖怪二人 即近乎竖法 不过老妖怪二人 快速扭转了局面 周老怪体内 冲腾出一把半尺多长的短剑 剑身璀璨无比 将附近的魔云都驱散了 短剑迎风一晃 变得越来越大 最后竟然长达七八丈 迎着邪爪便斩了过去 璀璨的剑芒 照亮了整片 绸云惨淡的空间 和血爪撞击在一起后 发出阵阵铿枪之音 老妖怪向后猛拍一掌 一个巨大的光掌 抵住了追击而来的两刀血爪 而后他又手间激发出 一到五丈多长的十字化剑芒 开始反攻 陈南看到老妖怪二人 和世王真个交手了 心总算放下了 两方之间的仇怨结定了 他运音功大声喊道 两位前辈 那两个恶鬼 就暂时交给你们了 我曾答应八派传人 请雨昕出场 去收拾赶氏派的 两个五阶高手 现在先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而后再让雨昕来帮助你们 两个老怪 暗骂陈南狡诈无耻 二人只能蒙头作战 不过他们也不担心 毕竟两人都还未动用 终极武器太古神血 陈南对着雨昕笑了笑 拉着他 向赶氏派重得飞去 男的脚踏神龙 透发着绝世豪情 女的白衣飘飘 貌若仙子 真如同一对神仙眷侣一般 此刻赶氏派内喊杀震天 双方皆损失惨重 地上尸体无数 血水染红了地面 第232章 灭战 当陈南和雨昕赶到这里时 双方的战斗 已经到了白热化 八大圣地传承数千年 其功绝学无数 派内弟子 皆具有不凡的神通 尤其八派最杰出的弟子 都在这里 这八股强大的力量 是青年一辈最强的组合 不过赶氏派毕竟凶名远播 虽然从新开派 但派内的实力 让人难以想象 八派弟子 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加上不少古师参战 一度曾让八派陷入险境 好在玄奘 月晴 南宫营等人皆带有神血 连续斩杀了近十个强大的上古骑尸 致使赶氏派大乱 随着派内三个四亿天使的毁灭 赶氏派众人陷入绝望之境 他们怎么想不到 近乎无敌的神灵尸体 竟然被八大圣地的最杰出弟子 联手灭掉了 曾经刀枪不入的古师 现在竟然被人生生斩成数段 这八人竟然如几日前的陈南一般 生猛地邪火 这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赶氏派众人历史感到末日来临了 在过去的数千年间 赶氏派潮起潮落 但从未让人毁去这么多的古师 这些奇师乃是他们立派的根本 一旦失去 他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赶氏派今日必亡 陈南在空中大喊道 大山中的两个狮王 已经离死不远了 剩下的人莫要富于顽抗 不然没有人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八派弟子大多人都认识陈南 其中有不少人 更是知道雨昕的来历 一看他们飞离到赶氏派种地 历史精神大振 攻势更加猛烈 而赶氏派的士气 降到了最低点 瞬间便损失惨重 赶氏派的派主 谷月眼中凶光闪烁 他恨恨望着空中的陈南 没想到 这个万恶的小子 不仅能够轻而易举地斩杀上古骑尸 竟然让灵狮王倒戈 这让他难以相信 简直不可想象 谷月快疯了 八派弟子现在士气如虹 疯狂地追杀赶氏派的弟子 玄奘和尚佛号不断 不过他 每念一句阿弥陀佛 都会一个古诗被斩为两断 每念一句善灾 都会有一个赶氏派的弟子 倒在血泊中 这里所有人都觉得 这个出家人不像和尚 倒像一个恶魔 陈南也有些意外 平日看玄奘和尚 一副得到高人的样子 隐然间有一股超尘脱俗的气质 没想到这个家伙 竟然如此诗杀 简直就是一个刽子手 从此 玄奘得了一个血和尚的名号 另一方 混天小魔王背负神魔义 首武方天化己 正在追着一个人猛砍 口中大叫着 古希我看往哪里逃 当日你不是大放厥词吗 如今老子 找上门报仇来了 我曾经说过 你如果没有堕落天使相助 我一个打你十个 他妈的 锦号at百分号人民币 w锦号百分号美元币 他边追边破口大骂 向天最近郁闷无比 两次被陈南战败 而后又在楚都广场 被古希侮辱 今日杀上门来 他一直在寻找古希 看到脚伤还没好的倒霉弹 他终于找到了发泄对象 一路狂追猛打 古希乃是敢示派年轻一辈第一高手 本来有和向天一战的实力 奈何右脚差点让陈南给废了 伤势到现在还没好 严重影响了战斗能力 结果被向天狂虐 眼看招架不住了 此时齐腾 王辉 月秦 南宫营四人 正在苦战敢示派的五阶高手古风 四大高手联手 竟然也无法奈何 这个敢示派的长老 且需要八派弟子 不断从旁助攻 在这个战场的外围 倒下了不少八派的弟子 血水将地面都染红了 可见五阶高手的强悍 南宫仙 王林 薛元峰则在敢示派弟子中 纵横冲杀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杀红眼了 两名女子也忘记了 自己是女儿身 再无柔弱之态 仿佛女杀神一般 敢示派的派主古月周围没有强敌 无数八派弟子 倒在他的脚下 他每一掌批出 都会有一排圣地传人 被璀璨的气缸斩碎身体 根本无人能挡他一击 他脚下死尸无数 腾腾血舞 将他身体都染红了 陈南让雨昕尽力于虚空中 防备大山中的两个狮王 突然杀到这里 他自己 则跳下紫金神龙 快速向古月冲去 玄宫通体之后 他又修成通天洞的魔宫 再加上绝学天魔八部与灭天守 他信心百倍 虽然修为还未攀升到五阶境界 但他有信心 越即大战一场 古月 我来战你 陈南大喝 几步便来到了境前 古月看到陈南后 眼睛都红了 狂吼道 小辈受死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狂猛的掌力 如惊涛骇浪一般 席卷而至 璀璨的刚气 将附近无数八派弟子都先飞了 许多离得近的人 当场被绞成几段 红雨飘洒 血雾蒸腾 陈南局长相抗 无匹的掌力狂涌而出 黑色气缸如滔滔大河一般 向前奔腾而去 耀眼的光芒 照亮了这片空间的每一寸土地 整片天地都仿佛在震荡 与此同时 他将通天洞的魔宫 疯狂运转了起来 两股汹涌澎湃的掌力撞在了一起 爆发出一团璀璨夺目的光芒 震天大响 如天雷一般刺耳 激荡的气浪 再次将冲上来的八派弟子 先飞了出去 毫无悬念 陈南直接被谷月轰飞 毕竟两人不是同一级别的高手 不过他虽然翻飞出去七八丈距离 但那磅礴的掌力并未将他击伤 通天洞的魔宫 将冲进他体内的力量 大部分导出了体外 雨者皆被炼化掉了 陈南翻飞了出去 将空中的雨昕吓了一大跳 不过他立时感应到 他没有受伤 才没冲下去 谷月冷笑 在他看来 陈南虽然修为不凡 但毕竟还没有跨入五阶高手之列 根本难以和他抗衡 硬接下这一掌 简直是找死 然而 令他惊恶无比的是 陈南稳稳当当地站在了地上 并未如他预料那般大口吐血 竟然毫发无损 不仅如此 当谷月愕然之陈南对他笑了 而后他看到一只巨大的黑色手掌 铺天盖地一般 自他头顶上方拍了下来 灭天烧 陈南大喝 巨大的光掌 结结实实将谷月拍倒在地 将地面砸出一个深深的大坑 赶尸派派主 虽然没有性命之忧 但却受了些内伤 以仗他躬身力后 修为达到了五阶境界 如果换作 是一个四阶高手 挨上这一记重重的灭天手 即便不死 也要丢掉半条命不可 小辈气死我也 谷月异常狼狈 满身灰土 气得须发皆张 他如怒虎一般 向陈南扑去 狂猛地掌力浩荡而出 这一次 陈南没有硬汉 虽然他掌握有通天洞的魔攻 但也没有必要 总是冒险强悍 天魔八步展开 他快速冲向一旁 而后灭天手再次出手 巨大的黑色手掌 仿佛能够遮拢天地一般 一下子将谷月狠狠地抓了起来 而后用力砸向了地面 轰 大地上再次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未等他站起来 陈南灭天手再出 巨大的巴掌 狠狠地硬了下去 轰 轰 陈南接连打出六级灭天手 将谷月直接砸进了地里 如果是一般的四阶高手 可能早已殒命了 但谷月不愧为五阶高手 其真实修为 远远不是四阶高手能够比拟的 他冲腾而起 脱离了那个深坑 不过嘴角却已溢出丝丝血迹 他已经受了不轻的内伤 如若不是陈南玄公通体 能够沟通天地精气 时刻保持元气不衰 恐怕打完三五级灭天手 就已经力竭了 他暗暗惊骇 五阶高手果然强悍 远非一般四阶高手所能够对抗的 谷月郁闷得要吐血了 前部九阵南大发磨威 在赶氏派内连斩十三血尸 而后又灭了两个四亿天使 今日竟然又将他这个派主打伤 他真要抓狂了 如果对方的修为远远强于他也好 可是明显看出 对方功力不如他 还没有迈入五阶领域 但最终吃瘪的却是他 他休脑不已 此刻南宫仙 王林 宣元峰 玄奘和尚 皆冲杀了过来 他们看到陈南竟然几次将谷月放翻 皆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几人深深知道这个老人可怕无比 从开始到现在 他们一直极力避免与他碰撞 努力屠杀赶士派弟子 想等其他几个圣地传人 杀到这边的时候 再一起对付这个老人 阿弥陀佛 佩服 佩服 陈施主再打出六级灭天手吧 让这位古施主再吐出几口鲜血 剩下的事情 交给我们几个人就可以了 玄奘和尚慈眉善目 且一副超然的姿态 和和气气地说出这番话语 几个圣地传人都被和尚逗乐了 陈南忍不住叹气道 大奸若衷 大恶若善 大奸大恶的和尚 陈南没有辜负玄奘和尚 灭天手再出 轰 轰 接连六级 再次将古月砸进了地里 第233章 身外化身 看得南宫仙等人目瞪口呆 这几人就站在陈南不远处 他们早已感应到了 灭天手的强大力量 按照他们的估计 开始时陈南的六级 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还能够轰出六级灭天手 这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不过此时不容他们多想 王陵 轩元峰 南宫仙 玄奘 一起向前冲去 猛攻自地下冲上来的古月 此刻这位派主已经受了不清的内伤 再对上四位绝顶青年高手 当真异常吃力 陈南虽然玄公通体 能够直接沟通天地精气 令灵气灌顶而入 透体而出 然而此刻还是有些气血翻涌 在原地调戏了半炷香的时间 才恢复过来 按照这次的战绩来说 他完全有资格和五阶高手一战 当然仅限于五阶初级高手 毕竟不同级别的实力相差是巨大的 现在大局几乎已定 赶氏派的上古骑士早先时 已经被南宫营 玄奘等人杀得七七八八了 后阶段的战斗 主要是弟子门人的对战 八派联盟明显占了上风 眼看古月在四大高手合力打压下 开始大口吐血 陈南转身离去 奔向另一个五阶高手处 此刻南宫营 王辉 齐腾 月秦四人依旧 和古风相持不下 五人杀得昏天暗地 周围遭持余之灾的赶氏派弟子 与圣地弟子死伤无数 鲜红的血水将地面彻底染红了 陈南上来也不说话 灭天手直接盖了下去 巨大的手掌如一朵乌云一般 将毫无防备的古风 狠狠地拍在了地上 而后他看也不看 转身离去 他如混天小魔王 一般开始追杀赶氏派内的骨干弟子 一时间赶氏派内尸骨堆积成山 血流成河 陈南连续放倒了三个赶氏派的长老 逼问他们关于雨昕的事情 然而三人对此却毫无所知 三人声称 即便是派主 也不了解三大无敌尸王的过去 一个时辰之后 战斗慢慢接近了尾声 赶氏派上下七百余人 除去少数几个弟子逃走之外 所有骨干人物皆战死 而八大圣地 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参战的千余名精英高手 到最后已经不足三百人 惨胜 由此可见 赶氏派的实力有多么的强横 派内最为依赖的上古骑士 几乎全部失去战斗力 还将八派联盟重创至此 其强大的实力 令所有幸存的人 皆振振胆寒 赶氏派从新开派 还不到一个月就被再次灭杀 这件事 注定将成为修炼界近百年来 最为重要的大事件之一 而参与这件事的最主要的几个年轻人 也必将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 正在这时 雨昕突然是紧盗 两个无敌狮王和两位绝代高手 沙相这边来了 刚刚取得胜利的年轻人 还未来的极品味胜利的果实 便看到滚滚魔器 自大山内汹涌奔腾而来 整片天地都跟着暗淡了下来 各个圣地的领军人纷纷大叫 快退 所有人都快快撤离这里 大家分散开来 离丰都山越远越好 八派弟子如潮水一般 向四面八方退去 南宫营 玄藏 向天 王辉等人也随着快速奔向远方 滚滚魔云遮天蔽日 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了一般 高空之上 四道巨大血红光亮的鬼爪 狠狠地向下方抓来 当场便有几十名圣地弟子 被抓为碎段 血雨在空中喷洒 这根本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寻常人在无敌狮王眼中 简直如同蚂蚁一般弱小 不堪一击 八派弟子在这里丢下二百余具尸体之后 总算冲出了魔云的包围 而老妖怪和周老怪 这时终于又控制住了局面 将两大无敌狮王的绝世魔 威压了下去 两个恶鬼一般的存在 鬼笑连连 但他们终究来晚了一步 赶狮派上下 被杀了个干干净净 山谷内到处是死尸 到处是血雾 一片修罗地狱般的场景 所有人都要去死 两个狮王咆哮连连 整片天地都随之震荡 滔天的魔气笼罩四野 盖世雄威 令人胆战 八派弟子亡命一般逃出去树里 来到附近的村庄 才敢停下来 喘上一口气 此刻八派弟子 已经不足百人 这一意 当真可谓损失惨重 来参加赶世派 开派圣会的众多修炼者 看到八大圣地的传人 自赶世派重地逃了出来 历时明白 是这帮人与陈南联手 在灭杀赶世派 众人对这帮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佩服得五体投地 陈南和雨昕 没有随着八派弟子一同撤退 他们立身于魔器的边缘地带 静静地观战 不是他们不想撤退 而是两个狮王 竟然用强大的神念 牢牢地将他们锁定了 令陈南感觉浑身上下冷缩缩 如今他真的体会到 被鬼惦记的滋味 真的异常难受 他和雨昕现在可以先逃去 但陈南觉得 那样做异常危险 如果远离老妖怪和周老怪 万一两个狮王 不顾一切地追杀他和雨昕二人 那就太危险了 他感受到了两个狮王 纳森函撤骨的杀意 两个绝世魔王竟然在死拼的时候 对他们二人念念不忘 这让他心中异常不安 这时 滚滚魔器中剑气纵横激荡 和四刀血爪狂猛的对撞 发出阵阵猎天般的巨大响应 远远望去 暗黑无光的魔器中 两个高达十几张的巨大魔影 挥舞着血红色的巨爪 在疯狂地攻击着两个老人 这个场面实在太震撼了 人的身躯哪能有那样高大 即便是远古巨人也有所不如 当真如地狱跑出来的凶魔一般 年老的修炼者都明白 两个十几丈高的绝世凶魔 一定是无敌世王的身外化身 这种盖世神通 也只有威震修炼界数千年的魔王 才能够施展出来 不过周老怪与老妖怪二人 也并没有落下风 周老怪身前是一把长达七 八掌的巨剑 绝世大剑纵横飞舞 上下翻腾 如神龙一般威猛 斩在那血红的巨爪之上 爆发出振振刺耳的铿腔之音 而且 周老怪时不时发出一道掌心雷 巨大的闪电在魔云中狂轰烂炸 强劲的电弧 仿佛要将整片天空撕碎一般 老妖怪也是如战神 右手激发出一道七杖长的十字化剑芒 上批下斩 大开大合 无匹的剑气纵横激荡 令天地都变了颜色 绝代高手大战无敌狮王 威势惊天 滚滚魔云遮拢天地 进风呼啸 剑气冲天 这旷世大战 让所有观战的修炼者 皆震惊无比 有些武痴 则如痴如醉 如此大战 千百年难遇 近乎神话传说中的诸神大战一般 盖世高手剑的对决 当真有毁天灭地之势 轰 轰 震天大响不断 丰都山内 山峰崩塌 乱石穿空 魔气浩荡 剑气冲天 四人 直打得天地失色 日月月无光 就在这时 周老怪的巨剑突然变了颜色 原来的灿灿神光巨脸 剑体突然变得血红发亮 如玉滴出血水一般 而老妖怪催发出的剑芒 也同样赤红发亮 完全变成了一把实质化的血剑 两把血剑如两道惊天长红一般 照亮了整片天空 将无尽的魔气都驱散了 高空立刻复归清明 两个高大的魔影 暴露在众人的眼前 只见高空之上 两个如神话传说中般的凶魔悬空而立 人形躯体上 覆盖满了墨绿色的灵甲 只有挥舞着的一双鬼爪 是血红色的 头上生有一对牛角 面孔似猪似马 看起来分外争鸣恐怖 在两个凶魔他们的头顶上 分别站着早先看到的那两个无敌尸王 他们的本体也都有三米多高 不过和他们的化身相比 还是小了无数倍 周老怪和老妖怪 两人的两把血剑 交叉着向前轰沙而去 迅如极电 两道血盲狠狠地披展在了前方 那血红色的鬼爪之上 伴随着两声声震天地的鬼笑 两个魔影的血爪 出帽起阵阵青烟 两个魔怪头上的尸王 跟着惨叫不已 他们本就和身外化身连织同体 化身受损 他们也跟着惨呼起来 两个老不死的 你们居然还有太古神族的血液 刚才不是用完了吗 一个狮王凄厉地叫着 而另一个狮王 正在仇恨地看着陈南 眼中的悠悠绿芒森寒无比 恨不得立刻将他撕碎 陈南现在终于明白 两个狮王从远处 冲到感氏派种地之后 就一直用神念牢牢锁定他了 他们竟然已经知道 神血是他提供的 可以推测 定是老妖怪想拖雨昕下水 参与到大战中来 他们将消息透露给了两个狮王 而且 刚才四人之所以转移战场 恐怕也是在老妖怪二人的控制之下 为的是快速将雨昕拖下水 可恶 陈南愤愤地咒骂着 暗探到底将还是老的辣 竟然如此阴损 今日如果放过两个狮王 陈南必将没有好日子过 这是逼他让雨昕下场啊 他紧紧攥住了雨昕的御守 第234章 屁腻天下 陈南紧紧攥着雨昕的手 他已经经历过一番生离死别 如今他生怕悲剧重演 无论如何 他不想让雨昕对战天下最为危险的狮王 哼 你们这两个老狐狸太阴险了 但我偏不让雨昕出手 高空之上 雨昕白衣飘飘 肌肤似血 轻力无双的容颜超尘脱俗 一双美目神采异翼 四大绝代高手的大战 令他有些沉醉 过去浑浑噩噩时 他也曾如此大战过 天下最顶尖的高手 还曾经斩杀仙神界的神灵 如今 他灵智打开 想起那曾经的往事 令他别有一番情怀 仿佛又回到了那种僻逆天下 唯我独尊的年代 不知不觉间 如仙子般的雨昕 透发出一个浩大无匹的强者气息 其是惊天 其微动地 一股磅礴的力量 自他身体内 汹涌澎湃而出 向着四面八方浩荡而去 如那滔天巨浪一般 在整片天地间激荡不已 地面上的众多修炼者 第一时间感受到了 更多修炼者结出了一身冷汗 这股磅礴的强者气息 震慑了所有人 陈南感受最深 他被冲击得差一点背过气去 不过雨昕在第一时间 将一股柔和的力量 注入了他的体内 总算让他缓过了这口气 这股盖世强者的气息 浩浩荡荡荡 笼罩整片天地间 在这一刻 雨昕的美地彻底神圣化了 人们仰头看着这个 貌若女神般的美女 心中涌起一股朝圣般的感觉 从此之后 再也没有人 把他和威慑修炼界 数千年之久的灵狮王联想起来 自此之后 雨昕多了一个神女的称号 雨昕所透发 而出的强者气息 如潮水一般 冲腾进了大山深处 在丰都山上空大战的两师两人 立时感觉到了 这股磅礴的压力 其中一个狮王凄惨惨地叫道 灵狮王你 难道真想同事操歌吗 一声悠悠叹息响彻天地 雨昕轻叹道 数千年来被人支配 成为杀戮的机器 这算得上同事吗 陈南一惊 他发现雨昕竟然有意出战 雨昕不要多想 不 那两个老人杀不死是亡 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 我无可避免地 要与他们一战 此刻雨昕似乎不再是一个 稚气的女孩 眼中仿佛多了一些睿智之色 让人猜不透 看不清她的真实想法 雨昕松开了陈南的手 如凌波仙子一般 向大山飞去 陈南只能叹息一声 书里外观战的修炼们 紧张地观望着 尤其是八大圣地的弟子 无不希望雨昕这个盖带强者 能够克敌之胜 轰 天地间一阵剧烈颤动 如仙子般的雨昕 双手各激发出十丈长的剑芒 巨大的光剑 仿佛天界神兵一般 瞬间荡开了高空之上的魔云 他一步百丈 快速冲进了战场 巨大的光剑披斩而下 只将两个狮王震飞出去 近百丈距离 强弱力盼 曾经击杀过神灵的灵石亡灵 两大邪尸 立刻变了颜色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雨昕竟然彻底炼化了体内的死气 虽然还没有恢复到 全盛时期的状态 但这也足以让他们感到恐惧了 毕竟这是击杀过神灵的强者 他们本能地存在着一种巨异 雨昕在这一刻 仿佛又化身成了 威震修炼界数千年的盖带强者 虽然是一个女孩 但那种僻逆天下的英姿令 所有人心折不已 她的身子化作一道虚影 在空中一阵舞动 整片天地仿佛都跟着搅动了起来 一道道闪电 伴随着雷声 朝两个狮王轰击而去 高空之上 电闪雷鸣 老妖怪和周老怪暗暗咋舌 他们相互看了一眼 没有上前相助 反而远远退出去几百张距离 远处 陈南大骂着两人狡诈 竟然让雨昕一个人对敌 实在卑鄙无耻 不过雨昕毫不在意 在这一刻 她如天骄至尊一般 面对绝世强敌 她依然一副淡然的样子 两大狮王见老妖怪二人退出了战场 心中底气似乎又足了起来 开始反击 一时间高空之上剑芒 鬼爪 惊雷 魔气交织在一起 天空仿佛沸腾了一般 修为到了他们这般天地 每一击都有毁天灭地之势 鬼气森森的丰都山上空 无敌大战激烈无比 真好比远古诸神重现人间 大战持续了半个时辰 雨昕与两大无敌狮王僵持不下 打得难解难分 整片天地都在动荡 陈南冲着老妖怪和李老怪二人喊道 两位前辈还不上前助阵 更待何时 如果你们没有神血了 我现在可以提供给你们 老妖怪笑了笑道 不急 让我们稍作休息一番 AtE竞号百分号人民币 陈南心中大骂 真是一报还一报 刚才他看着两个老妖怪拼命 现在两个尖角的老家伙 又开始作弊上官 不过 他的话对老妖怪没有影响 却让两个狮王动了心思 他们在得知陈南是太古神族的后裔之后 已经下定决心要除掉他 因为他的血液 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 方才老妖怪二人 便依此给了他们几下重创 两个狮王相互看了一眼 其中一人在与雨昕擦身而过后 并没有回头 直奔陈南而去 尼秋快退 陈南第一时间发现了不妙 敖屋 一人一龙 快速朝远空盾去 奈何 狮王的速度太快了 眨眼间便追上了陈南 他大喝着 太古神族后裔又如何 一样的死 抽魂踊破 陈南大叫一声 我命休矣 他在暗恨老妖怪二人 见死不救的同时 听到了雨昕的一声尖叫 之后眼睛一黑 一下子失去了知觉 不过狮王却露出恶然之色 他并未能够将陈南的魂魄 抽离出来 陈南竟然凭空消失了 只剩下紫金神龙 快速地向大山中冲去 不过在别人眼里 陈南直接被狮王轰得点滴未胜 雨昕口中发出一声淒厉的尖叫 双眼血红 仿佛当年那个冷血无比 杀遍修炼界的无敌灵师王 又回来了第235章 战百事轮回 陈南昏昏沉沉地睁开双眼 映入眼帘的天空湛蓝无比 如一块绝世蓝玉一般 晶莹剔透 再向四周观望 鲜花芬芳 绿草如荫 扑鼻的香气 沁人心脾 与此同时 他失聪的耳朵 也渐渐恢复了听觉 婉转的鸟鸣 如乐章一般动听 远处隐约间 传来阵阵流水的声音 哗啦啦的水声 像欢快的音符一般优美 陈南慢慢坐了起来 仔细打量着 这个花香鸟语的世界 这里真的是花的海洋 到处都是花草 即便是树木上 也都接出奇异的花朵 不远处白涂慢跑 小鹿蹦跳 鲜鹤飞舞 当真让人一入仙境 陈南可以肯定 这里绝非鬼气森森的 丰都山地界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奇花盛开 摇草铺地 让人记忆在梦中 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做梦 这个陌生的世界是真实的 陈南站起身来 仔细观察着 这个陌生的世界 这里是一片丘陵地带 每座小土包 只有一二百米高 每座小山都被鲜花覆盖了 眼前的世界是如此的美丽 让陈南原本焦虑的心情 也缓解了不少 远处一层郁郁葱葱的绿意 吸引了他注意力 一座山谷内 竟然有一株高达 二百多米的参天谷树 居然超过了所有的丘陵 巨大的树冠方圆能有好几里 广阔的树冠下一座小山上 反射过来一道亮光 陈南一惊 闪目观看 只见那座小山上 矗立着一只巨大的御手掌 神之左手 他失声惊呼 双眼瞳孔极咒收缩 当日神之左手和后翼公 随着大魔一同消失了 再也没有出现 他没有想到 今日竟然在这里 见到了威力奇大无匹的御手掌 陈南放开神时 向寺外观察了一番 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迈开脚步 向着那座小山走去 这真的是一个奇异的世界 这里没有猛兽 所有小动物都温顺无比 皆遇人不惊 欢快跳跃的小鹿 在他身前跑来跑去 翩翩起舞的仙鹤 在他头顶上方不断盘旋 一只可爱的小白兔 甚至蹭的一声 窜到了他的怀里 小山上微风轻浮 花香阵阵 巨大的御手掌 静静地矗立在山顶之上 泛出阵阵宝灰 陈南围绕着神之左手转了一圈 并未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呼吸间他感觉到了 这里浓郁的灵气 仔细观察之下 竟然发现是那棵参天古树透发 而出的 古树扎根于下方的小山谷 高度却超过了旁边的小山 实在让人惊讶不已 也不知道 他到底生长了多少岁月 就在这时 高空之上突然响起了 叮叮咚咚的琴声 美妙的音符如天籁一般 历时让陈南沉醉不已 不过他历时又惊醒了过来 急忙仰头观望 一朵朵白云飘了过来 在那云端之上 就做穷楼玉宇 陈南立世呆住了 这是哪里 难道来到了仙神界 能够拥有出力在云端的穷楼玉宇 想必主人定是仙界的一方尊主罢 历千劫万险 纵使魂飞魄散 我临时一再 战百世轮回 纵使六道无常 我依然永生 一个女子的吟唱 伴随着琴声 自穷楼玉宇间传了下来 虽然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但却有透发着一股苍凉的霸气 陈南心神俱震 这个女子到底是谁 竟然如掌控苍生的至高存在一般 让人忍不住 有一股顶礼膜拜的冲动 你到底还是进来了 女子的声音 如天地妙音一般 自云端传了下来 陈南不解 道 你认识我 你我曾经见过面 不认识 今日第一次相见 只知道 你的身体适合我借助 女子的声音 在这片天地间回荡 只是她一直未露面 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陈南心中充满了疑问 突然她像是 想起了什么 惊道 你是玉如意里的女子 从一开始 她就觉得 这名女子的声音 有点耳熟 现在终于想起来了 只是 她历时又呆住了 失声道 难道我进入了玉如意当中 也对 也不对 这也是一个世界 陈南彻底呆住了 按照女子所说 玉如意就是一个世界 那么 她一直佩戴着一个世界 我的天啊 陈南不是没听说过 须弥纳于戒子的传说 可是现在 她竟然真的来到了 这样一个世界当中 真有一股如梦似幻般的感觉 她对于眼前这个女子 毫无所知 开口问道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 穷楼玉语间 传出女子的大笑声 透发着一股苍凉之意 过了好久 她才悠悠开口道 我是一个百战不死的人 天难灭 地难葬 即便魂飞魄散 临时也永不计免 如今我重聚魂魄 再速落身 我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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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间不断回想着 我终于回来了 这句话 如滚滚天雷 一般在激荡 你到底是谁 不知为何 面对这个具有通天智能的女子 陈南心中没有半思巨异 只是充满了好奇 迫切想知道 她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是谁 哈哈 这天地间 到底又有几人 真正知道自己是谁呢 即便传说中的 太古第一禁忌 神魔独孤拜天 恐怕也难以真正知晓 自己到底是谁 一声叹息过后 女子悠悠开口道 知道今日方知我是我 陈南一阵沉默 过了好久才到 你一定是远古时期的先生 你能告诉我 万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云端上的女子陷入沉默 好半天才到 有些事情 不是你能够知道的 知道真相的人 早晚要睡进神魔陵园 说完这些话之后 穷楼玉宇中的女子 便没有声息了 第二百三十六章 天魔左手 陈南定定地看着云端很久 最后放弃追问这件事了 她知道云中的女子 无论如何 也不会告诉她事情的真相 她开口问了另一个问题 你为何不离开这里 我要继续沉睡 我要积攒足够的力量 你是不会懂的 好了 你可以离开这里了 在你离开这里之前 送你两样东西 算是我借助 你身体的报酬吧 第一件是天魔左手 第二件是后遗弓 天魔左手 那不是光明神的左手吗 陈南有些不解 老妖怪明明告诉她 玉手掌乃是光明神的左手 现在怎么又成了 天魔的左手了呢 以光明属性的力量 封印了暗黑的天魔左手 光明只是表面现象 不想却蒙蔽了不少人 一道强光从云端积射而下 笼罩在天魔左手之上 巨大的玉手掌飞离了地面 向着陈南的左手飞来 而后开始慢慢变小 最后刷的一声 和他的左手重合在一起 慢慢融为一体 陈南吃惊地看着自己的左手掌 他感觉不到丝毫异样 并未察觉到有什么变化 云端传来女子的声音 天魔的尸体被人肢解之后 封印在三界 传说谁能够发现 并破除某个封印 找到天魔部分肢体 该人就会得相应部分的力量 但为避免你过分依赖外界力量 我设下了禁止 限制你只能动用它三次 当封印天魔头颅的封印破除后 这只左手会离你而去 重组天魔真身 陈南看着自己的左手运转玄弓试了试 果然感觉到 左手内仿佛有一股如汪洋般的力量 我送你的第二件礼物为后翼弓 一道光束自云端直射而下 将旁边那棵高达二百多米的 参天古树笼罩住了 大树慢慢缩小 最后化成了后翼弓 后翼弓本是天地间的 一株灵根系列而成 因为它实乃天地间最强大的武器之一 实在不宜出现在人间界 所以我不仅不能够帮你 破开它的封印 还要和前人之力 将它彻底封印 将它封在你的后背之上 有朝一日 你如果能够进入仙神界 自然会慢慢找到解印之法 陈南实在感到有些惋惜 如果后翼弓能拿在手中 他足以纵横天下了 云端神光一扫 后翼弓刷的一身化作一道光滑 冲进了陈南的后背 只是他自己看不到 背上那把神功的图案 回到你原来的世界去吧 女子声音刚落 陈南便慢慢漂浮了起来 而后他眼前一黑 紧接着又是一亮 他发现自己 再次踏在了紫金神龙的背上 痞子龙差点吓死 他刚刚躲进大山中藏好 就感觉后背一沉 被人踩住了 哦哦 吓死龙了 死尼秋 是我 真没想到 你就这点出息啊 还无找紫金神龙呢 呗 简直胆小如鼠 痞子龙回头一看是陈南 立誓嗷嗷乱叫 该死的小子 竟敢吓你龙大眼 你刚才不是挂掉了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暗然无恙 你这头死龙 居然咒我 快快飞起来 赶紧去找雨昕 紫金神龙吓得一哆嗦 哦 现在不能去 打得正激烈 你我上去根本帮不上忙 我让你去就去 我现在有办法了 快点 我怕雨昕发生意外 陈南有些焦急 痞子龙不情愿地 自大山中飞了起来 远空 雨昕正在大战两大无敌失亡 低空的山峰 不时被三大高手打得崩碎 当真天摇地动 可怕无比 雨昕虽然占据了上风 但胸前的白衣上 却沾染了不少的血迹 显而易见是口中喷出的 他已经受了不轻的内伤 而老妖怪和周老怪二人 居然还在一旁休息 陈南看得怒火汹涌 这两个老混蛋 实在太可恶了 他冷笑着 眼中闪过两道寒光 陈南驾驭着紫金神龙 向前冲去 他冲着雨昕大叫道 雨昕快到我这里来 老妖怪和周老怪 看到陈南出现后 异常吃惊 没想到他居然死而复生 两个狮王 则感觉有些古怪 只有他们知道 陈南刚才没有死去 是莫名其妙消失的 雨昕则激动不已 方才他险些魔化 差点走火入魔 如今看到陈南出现在不远处 他快速摆脱了两个狮王 冲到了他的身边 陈南你没事吧 雨昕的眼里满是泪水 傻丫头 我没事 这时 两个狮王相互看了一眼 明白了彼此的心意 他们觉得 陈南虽然有些古怪 但毕竟实力非常弱 乃是雨昕的软肋 一起向这里杀来 而老妖怪和周老怪 觉得时机到了 是时候出手了 他们也向这里冲来 看到狮王即将冲到眼前 雨昕双眼红光一闪 便要冲上前去 陈南一把拉拉住了他 看着他的双眼 道 相信我 这次看我的 雨昕犹豫了一下 最后点了点头 道 我相信你 在两个狮王探出的血红色巨肘 距离陈南不足两丈距离时 他才猛地向前挥动左手 轰 天魔左手出 天摇地动 无尽的黑暗笼罩了大地 整片封都山 由白昼化为黑夜 滔天的魔气席卷天地 之前两个无敌狮王 所激荡而出的魔气 和现在天魔左手所浩荡 而出的魔气相比 就像是小儿科一般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天魔才是黑暗的主宰者 天魔气才是最纯粹的魔气 无边无际的魔气 像那汪洋大海一般 笼罩石方 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了一般 两个狮王直接被轰成了四段 在天下第一魔的左拳下 终结了性命 而老妖怪两人 也遭了迟余之灾 无皮的天魔气 将他们轰飞出去百丈距离 两人狂喷鲜血不止 此经神龙兴奋地嗷嗷乱叫 嗷呜 再来一拳 雨昕则满是疑问地看着陈南 陈南也有些懵了 万万没想到 天魔左手一击 竟然霸天绝地 威胜至此 天魔不愧为天下第一魔 随后 他又释然了 怪不得欲如意中的女子 要限制他 仅仅能使用三回天魔左手 想来现在的天魔左手 和当初的玉手 长大大的不同了 一定是欲如意中的女子 彻底解开了 天魔左手的封印 这才是天魔左手的真正威力 这时 雨昕向下方须抓了两把 两颗晶莹剔透的血丹 飘浮了上来 此经神龙两眼乱放贼光 兴奋地嗷嗷乱叫 这时 老妖怪和周老怪 已经降落在一座山峰上 看到前方天魔气汹涌澎湃 无边无际的样子 他们惊惧不已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 悄悄退走了 而在远方观战的修炼者 更是早已逃了个金光 当天际复归清明之际 丰都山附近近悄悄 已经没有半条人影 第237章 小可爱 丰都大战已经过去了半月有余 但这场旷世大战的风波 还没有平息 震惊了整个修炼界 是数百年来 最为重要的大事件之一 大战过后 楚国丰都山 连绵不绝的山脉 崩塌无数 断风处处可见 一派惨烈的景象 赶狮派彻底被毁灭 远赶狮重地 被一把大火稍微灰烬 玄奘 南宫营 南宫仙 王陵 齐腾 向天 轩元峰 岳晴 王辉 这八大正邪圣地 九位结出传人的大名 传遍了修炼界 九位决顶青年高手 带领几派精英 会同陈南大破赶狮派 将威震修炼界 数千年之久的邪派彻底回去 令老一辈的高手 九位决顶青年高手 和陈南之威名如日当空 成为修炼界 最受人瞩目的风云人物 在那遥远的过去 赶狮派曾几度面临灭派之威 但最后都挺了过来 最为严峻的一次 便是千年前 虽然被灭 但派内上古骑士留下过半 最终再次崛起 在所有人的心中 这一派万难彻底毁灭 然而 几位青年决顶高手 做了令老一辈 瞠目结舌的壮举 彻底毁灭了 具有数千年历史的赶士派 数十个具有 金刚不坏之躯的上古骑士 被斩成碎段 几个类似堕落天使的 神灵施杀 被灭杀 就连威慑修炼界 数千年之久 具有无上魔威的无敌狮王 最后都被彻底击杀 这怎么不让人震惊 无敌狮王恶名传播数千年 称得上修炼界 最为恐怖的存在 他们的修为堪比六阶高手 但身体的抗击打能力 却堪比神灵 人间刀兵万难伤身 然而这一次却彻底毁灭了 关于两大无敌狮王毁灭的原因 修炼界传得沸沸扬扬 两个凶魔 当然不可能是 陈南等十位 决顶青年高手击杀的 当日在狮王毁灭的最后关头 血光冲天 魔云蔽日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有观战的人 以为大难即将降临 四处奔逃 无人能够看清 在那如魔狱般的风都山内 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许多人认为 是楚国皇帝的玄族老妖怪 和他的好友周老怪 击杀了两大狮王 当日一开始 这两人便和两大无敌狮王大战连连 打得难解难分 且两人 曾经在楚国皇宫大战中 展现过莫大的神通 是当时已知的几个 能够遇空飞行的无敌高手 不过这一猜测 被楚国皇帝的玄族老妖怪否定了 这个老人 已经数十年未在修炼界走动 更未曾发表过什么言论 然而这一次 却高调地宣布 丰都山大战 他们根本无能力击败狮王 狮王之死与他们无关 另有盖世高手为之 人们立刻猜到了神女玉兴 老妖怪两人 否定是自己所为 显而易见 他们所说的盖世高手 便是玉兴了 玉兴摆脱狮之智骨 成为半神一样的存在 早已传遍修炼界 事实上 这件事的影响 一点不下于 赶世派灭亡这一大事件 虽然两件事纠缠在一起 几乎可等同为一件事 但玉兴的出现 还是刮起了 另一股不同的风暴 死去数千年的人 他的尸体竟然产生了灵智 化去一身死气 再次活了过来 这简直如天方夜谭一般 几乎难以让人相信 可是 无数人曾经在丰都山 看到了羽兴的绝世风姿 他最开始出现时 血光冲天 魔云蔽日 如盖世妖王一般 然而此后不久 众人再次见到他时 他却死气进去 一身仙气缭绕 如摇翅仙子一般 传说 狮王如果产生灵智 重新活过来 那么有一天他也许会超越众神 这是一种能够破坏 天地法则的全新生命 羽兴以一己之力 独占两大无敌狮王的绝世风姿 深深烙印进观战众人的脑海 盖世的修为 绝代的容颜 缥缈的仙姿 其神女名号不禁而走 就在众人都以为是神女羽兴 灭杀了两大无敌狮王之际 又有人传言 两大无敌狮王 并不是死于羽兴之手 而是另有其人 因为当日 那滔天的暗黑魔器的性质 和羽兴的力量属性不符 楚国皇帝的选祖 对此则不再发表言论 这令狮王之死变的扑朔迷离 一时间成了众人猜测议论的焦点 而事实上 将两大无敌狮王灭杀的家伙 此刻正身在罪恶之城神风学院 陈南这半个月来 心绪复杂无比 看着那熟悉的面孔 绝世的仙姿 他经常呆呆发愣 不过往事异议 有些事情 终究已经成为过去 不能再挽回 在经历了最初 那肝肠寸断般的悲痛后 他渐渐放开了 谁能够说 现在的羽兴 和过去的那个羽兴 没有关系了呢 谁能够说 他不是曾经 那个羽兴生命的延续 种种迹象表明 某种他迫切向往的 可能是真的 不过陈南不能将这一切 告诉眼前的羽兴 他不能让这个女孩伤心 失望 他每天都微笑着 看着眼前的羽兴 半月前 羽兴和陈南 一起回到了罪恶之城的神风学院 当再次看到小陈希时 陈南有些吃惊 他竟然发现 陈希由三岁左右的小女童 变成了五六岁般的模样 可爱的小娃娃脸 竟然有了几分绝色少女的样子 调皮可爱的小陈希 一看到陈南高兴地又叫又跳 像个活泼的小精灵一般 不过当他看到羽兴后 一下子愣住了 而羽兴看到 如小仙子般的陈希也呆住了 一大一小两个女子 就那样静静地对望着 久久未雨 好熟悉 好熟悉 两女几乎同时开口道 陈南也有些发呆 两人为何会有这样的感觉 难道真的如他猜想那样 两人间有着莫大的联系 羽兴曾经在百花谷避死官 从后来他在西大陆留下的无尽传说 可之后来他成功破死官而出 离开了百花谷 而陈希也出自百花谷 由神域之精华化形而成 比之羽兴晚出世一万年 陈南仔细地看着眼前的两女 细细看来发觉 小陈希的小脸 竟然和雨昕相像无比 如果她长大后 恐怕真的会和雨昕异常相像 也许会一模一样 这 她呆住了 随后 一大一下两个女子异常亲热 可爱的小陈希 立刻缠住了雨昕 将陈南都丢在了一旁 两女仿佛很久以前就认识一般 两人都有一股血肉相连般的感觉 神风学院竹海深处 清脆的笑声不断 学院深处 翠竹摇曳 宛如碧玉雕卓而成一般 清新亮丽 十几座小院点缀在竹林内 陈南的小院附近 绿草如荫 鲜花芬芳 沁人心脾 如世外桃源一般 雨昕异常疼惜小陈希 来到神风学院后 将的自无敌世王处的两个血丹拿了出来 在紫荆神龙异常火热的眼神下 将一颗血丹击碎 而后将之炼化 血色光滑 慢慢将小陈希包裹在里面 出乎雨昕的意料 血丹那庞大的生命之能 并没有被小陈希吸收 她的左臂突然爆发出 一团耀眼的金黄色光芒 璀璨的金黄色光滑 将那无尽的生命之能 统统笼罩在了里面 疯狂地吸纳掉了 陈南和雨昕借有些吃惊 小陈希则高兴地叫了起来 道 小龙龙快要醒来了 旁边的紫荆神龙目瞪口呆 她感觉到了一股庞大的龙力 仿佛有一个巨无霸 即将出现在她的眼前 庞大的生命之能渐渐消失了 而金黄色的光芒 则越来越盛 最后无比耀眼的光芒冲腾而起 飞上了半空 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 在空中响起 宝宝很高兴 宝宝终于醒来了 一头胖嘟嘟的小龙 如喝醉了酒一般 摇摇摆摆地飘浮在空中 小龙仅有一尺多长 浑身呈金黄色 闪闪发亮 虽然是东方的神龙身 却生有一对西方的神龙翼 胖乎乎的样子 分外可爱 简直快成一个小皮球了 小龙龙 小陈希惊呼 而后伸出一双雪白的小手 高兴地冲着空中的龙宝宝挥舞着 胖嘟嘟的龙宝宝 如蹒跚学步的孩童一般 摇摇摆摆地飞了下来 在空中留下一串歪歪斜斜的金光 他奶声奶气地叫道 陈希 小陈希不过五 六岁的孩童 如粉雕玉琢的雌娃娃一般 雪白的小手臂 用力抱住了胖乎乎的龙宝宝 他眨着一双明亮的大眼 仔细地看着眼前的小龙 龙宝宝也仰着龙氏微笑 一双大眼扑闪扑闪地望着他 一人一龙都是一副奶生奶气的样子 看起来分外和谐可爱 龙宝宝虽然上千岁了 但上次涅槃失败 他忘记了过去 千年来都如同一个迷迷糊糊的孩童一般 而第二次涅槃 算得上迷茫的结束曲 开始了新的龙声 他的性格如同可爱的孩童一般 嘻嘻 小陈希高兴地笑着 陈南和雨昕也微笑了起来 溺爱地看着一人一龙 忽然龙宝宝晃晃悠悠地飞了起来 围绕着雨昕转了一圈 奶生奶气地道 好漂亮 而后他又摇摇摆摆向陈南飞去 嘟囔道 拜拜 第二百三十八章 雨昕幻想 以前陈南和小龙相处时 旁边的人经常叫他败类 没想到被这个小家伙牢牢记住了 听着发出同音的小龙 口齿不清地叫他为败类 陈南险些栽倒在地 紫禁神龙笑地嗷嗷乱叫 雨昕和小晨曦也忍俊不惊 龙宝宝摇来晃去地 飞落到陈南的肩头 小肉蹲斑的身子 立刻全成了一个小皮球 轻腻地在他脸上添了一下 顿时流下一大片口水 他奶生奶气地叫道 我要吃鲜果 陈南想起了和龙宝宝 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不禁笑了起来 现在小龙和以前大不相同 居然会开口讲人语了 而且成了一条迷你小龙 不过他的样子实在太可爱了 他轻轻抚摸着小龙 笑道 都快成小皮球了 还和以前一样贪吃 痞子龙在一旁奇怪地看着龙宝宝 他早就从陈南的口中得知 有这样一条神灵龙 如今相见 他感觉甚是奇怪 审视了大半天后 他撇了撇嘴道 这就是那头六阶神灵龙 简直就像个小豆丁啊 我还以为多么神武呢 龙宝宝听到紫金神龙的话语后 晃晃悠悠地飞了起来 来到痞子龙的境前 奶生奶气地道 宝宝很生气 看着比他的小了很多的小龙 紫金神龙直立着身体 如同人站立着一般 抱着前爪 俯视着龙宝宝 满脸不屑之色 吃笑道 小豆丁 你生气又如何 宝宝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小龙伸出一只右小的前爪 钻成一个小拳头 对着自己神龙力所地挥出一拳 碰 敖屋 紫金神龙在空中痛叫着 化作一道紫金之光 翻飞出去三十多丈距离 最后斜斜歪歪地挂在了竹梢上 如皮球般胖嘟嘟的小龙 对着远处缠绕在竹梢上的紫金神龙 晃了晃小拳头 乃声乃气 但却一本正经的道 我本善良 嗷呜 紫金神龙叫了一声 而后直接晕了过去 陈南 雨昕 小陈希 看到宝宝龙和匹子龙短暂接触的结果后 皆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事实上 陈南对于两条龙并没有厚此薄比 剩余的一个狮王舍利 留给了紫金神龙 在雨昕的帮助下匹子龙的实力突飞猛进 一下子跃升到了五阶境界 龙区几乎快两丈了 这令痞子龙兴奋地嗷嗷乱叫了两天 将神风学院龙场中龙 吓得战战兢兢 龙宝宝得血丹之助 终于脱困而出 获得了自由 不过他的状态却很不稳定 在雨昕的帮助下 虽然不必再躲进陈希的体内休养 但他也还不能激烈挥动自己的龙力 不然有可能会再次陷入沉睡 他要想完全恢复过来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毕竟当初无名神魔给他的伤害 实在太大了 一谎言两个月过去了 敢是派灭派风波还没有停息 仍然是修炼界人士议论的焦点 两个月以来 陈南渐渐平静了下来 激荡的情绪渐渐无波 他和雨昕 陈希三人居住在神风学院内 看起来似乎非常和谐 真像一个三口家庭一般 眼前的雨昕和万年前的雨昕 刚出大山时一样 因为不安逝世 虽然偶尔会闹些笑话 但学东西特别的快 很快就掌握了在如今这个世上生活的种种法则 紫禁神龙虽然脾气十足 但面对不知究竟是狡黠 还是天真的龙宝宝 一点办法也没有 每当他想当老大 表现自己霸气十足的样子时 都会被他眼中斗钉大小的宝宝龙轰飞 而且还会被那稚气的童鹰 乃生乃气地警告一番 三人两龙生活在神风学院 似乎快乐和谐无比 然而 这一切都因一个特殊日子的到来改变了 原本平静的生活被再次打破了 当万年前那个雨昕生日的那天到来之际 陈南心神有些恍惚 总感觉将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不会忘记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他特意多做了几样小菜 当然都是万年前 那个雨昕最爱吃的菜肴 不过 他并没有将这一切 告诉眼前的雨昕和小晨曦 雨昕和小晨曦体质特殊 不食人间烟火 他们通过修炼得来的先天元气 以及一些先知 灵果就能够维持身体所需 多日相处下来 两女越来越有血肉相连般的感觉 今日两女似乎很高兴 雨昕拉住小晨曦的手 学着古人的样子 各自刺破终止 将血水混合在一起 要结拜为姐妹 在这特殊的日子 五十来临之际 陈南将饭菜摆好 她在心中默默祭拜 而这时雨昕也和晨曦的血液 也恰好低落在一起 然而就在这时 三人街感觉到了阵阵异样的波动 一圈圈如连一般的能量流自那高空浩荡而下 三人的心跳比平时快了数倍 雨昕和晨曦 似乎情绪波动异常剧烈 二人化作两道电光 瞬间便来到了院中 陈南行中波涛汹涌 也快速冲了出去 三人街不由自主仰头向天 一幅震撼性的画面 出现在三人的眼前 高空之上七彩光滑如烟四波 阴晕彩雾在空中不断翻涌 那鲜雾弥漫的虚空 突然在刹那间破裂了开来 一个方圆千百丈的女子 面孔突兀地出现在虚空当中 刹那间取代了青天 雨昕仿佛瞬间失去了灵魂 呆呆地望着虚空 小陈西似乎也迷茫了 一眨不眨地看着 那虚空中的绝世仙岩 陈南彻底傻掉了 高空之上那绝世姿容 竟然是雨昕的面孔 方圆千百丈 遮拢天地 不过那张仙岩 却没有任何的喜怒哀乐 他默默地注视着下方三人 好久好久之后 那清丽无双的容颜上 如秋水般的毛子 渐渐有了一层水气 红润的双唇微微张开 露出雪白的牙齿 如同天籁般的声音 自高空之上传了下来 人 神 魔 西方 百花鼓 然而这柔美的声音 听在地面这三人的耳中 如同黄中大吕一般阵龙发聩 浩浩荡荡的声音 宛如九天雷音 贯穿进三人的心中 三人如同泥雕木素一般 站在地上 一动也不能动 高空之上那巨大的头像 渐渐引入虚空当中 破碎的虚空渐渐愈合 阴云鲜雾也渐渐消散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般 人 神 魔 西方 百花鼓 陈南南南地重复着 呆呆地注视着虚空 灵魂仿佛处离了躯体 那巨大的影像 让他心中巨震 他想不通 猜不透 为何高空之上 为什么会出现 雨昕的巨大头像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包含着怎样的秘密 这些日子 他刚刚平静下来 但平淡的心情 在此时此刻再次被打破了 他心中涌起滔天巨浪 是那曾经的雨昕吗 在指引着他吗 这怎么可能 雨昕已经死去 他的尸体 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是某个神灵险生吗 他到底要表达什么 在暗示着怎样的信息 陈南要疯了 为什么虚空突然破开 为什么会出现雨昕的头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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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神 西方 百花鼓 正如黄中大吕般的声音 不断在他耳畔不断回荡着 他头痛欲裂 而此时 雨昕和小晨曦也仿佛被抽出了灵魂一般 双眼皆无半分神采 他们呆呆地注视着那片虚空 如没有生命的木偶一般 一动也不动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两女才慢慢恢复生气 他们几乎同时喊道 去东方 百花鼓 百花鼓 屋顶上晒太阳的紫金神龙 诧异地看着院中三人 怪叫道 神经啊 没事对天发愣 胖嘟嘟的龙宝宝 扑扔着一对龙翼 顽皮地落在了陈南的头上 跳动了一下 而后又摇摇摆摆地飞到雨昕和陈西的近前 眨动着一双大眼 扑闪扑闪地盯着他们 露出非常好奇的神色 似乎搞不懂 他们为何会失神发呆 两条龙的言行惊动了三人 他们自迷惘中醒来 回想起刚才的经过 三人仿若隔世 几乎不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情 陈南抱起飞到他身前的小龙 急声道 龙宝宝你看到虚空中那个女子了吗 女子 宝宝龙露出迷茫的神色 似乎不明白陈南为何会这样问 尼秋你看到虚空裂开了吗 陈南又急忙转头问 躺在屋顶晒太阳的痞子龙 神经 你们三个中邪了吧 痞子龙懒痒痒地回答道 不过说完这句话 他却小心地看了看雨昕 对他似乎有着本能的畏惧 幻境 陈南南南道 放开了小龙 不是幻境 小陈西跑到他陈南进前 摇着他的手臂 仰着小脸道 哥哥那不是幻境 陈西刚才看到了雨昕姐姐 陈西的心好痛 陈西想去东方 想去百花谷看看 小陈西可怜兮兮地望着陈南 一双明亮的大眼 勤满了泪水 陈南急忙将他抱起来 擦去了他小脸上的泪滴 不是幻境 是真的 我也看到了 雨昕的眼中也充满了泪水 自语道 我要去百花谷 那里有我需要的东西 我和姐姐一起去 我要回到百花谷 小陈西脸上挂着泪水 娇憨得道 陈南明白了 刚才不是幻境 只不过只有他和两女 真切地感受到了 而外人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百花谷 陈南南南着 他迷茫了 第239章 分别 龙宝宝露出好奇之色 痞子龙则满脸亥然 他们似乎感觉到 事情的不寻常 不解地望着高空 不过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雨昕渐渐平静了下来 轻声道 自我有意识以来 我始终觉得 失去了比生命 还要重要的东西 就在刚才 我不知道为何 我有一种感觉 去东方可以找到答案 去百花谷 可以有个了解 似乎刚才那个声音 在指引着我 雨昕白衣飘飘 如雪的肌肤 秋水般的毛子 挺直的穷鼻 红润的双唇 组合在一起 是那样的美丽 飘逸的身影 轻力出尘 如摇池仙子一般 仿佛随时会乘风而去 陈南的静静地看着她 感觉她 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 她早晚要离开这里 离开人间间 姐姐 我要和你一起去 小陈希离开陈南的怀抱 小跑到雨昕的身前 仰着小脸道 姐姐 我也有那样的感觉 我的心好痛 粉雕欲拙的小陈希 眼中浸满了泪水 分外让人怜惜 雨昕将她抱起 道 好 我们一起去 姐姐也感觉到了 我们需要一起去东方 陈南不知道为何 看着两女出城的姿态 总感觉她们 不似凡界中人 似乎马上要飞升入仙神界了 我和你们一起去 陈南定定地看着两女 不 你要去西方 雨昕静静地看着她 眼光虽然柔和 但却充满了离别的情意 为什么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 陈南不解地问道 雨昕柔声地道 修为到了 我这般天地 虽然还无法预测未来 但总会有些通灵的小预感 刚才虚空破裂的刹那 一丝会光自我心间划过 我知道我需要去东方 而你需要去西方 你我将会有不同的际遇 我们会找到各自需要的东西 不行 我一定要和你们一起去 陈南坚持到 他怕这次别离 真的会摇剑无期 他怕雨昕真的会 立刻飞升到仙神界 不要坚持了 你去西方吧 会探寻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我去东方 去做一些了解 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相见的 相信我这种感觉 陈南定定地望着雨昕 相信感觉 可是 为什么她的感觉 是相见遥遥无期呢 亦或是将分开很长一段时间呢 答应我 去西方 你也许能够在西方找到线索 和万年前的一切来个了结 雨昕也静静地看着陈南 关于过于的那个雨昕 关于万年前的事情 陈南向雨昕透露了一些 雨昕已经知道许多事情 看着雨昕的轻力的容颜 坚定的目光 陈南最终点了点头 小陈西抱住陈南大腿 养着小脸 眼中勤满泪水 道 哥哥 陈西真的不想离开你 可是 陈西真的好心痛 陈西需要去东方 需要和雨昕姐姐去摆花骨 陈西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但心中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 哥哥 陈南将她抱了起来 道 陈西不哭 哥哥虽然将不在身旁了 不是有雨昕姐姐吗 再说了 我们很快会相见的 关于你是怎样来到这个世上的 有着太多的未解之谜 这一次去东方 去昆仑 你和雨昕姐姐 肯定会找到答案的 龙宝宝好奇无比 在三人间摇摇晃晃 飞来飞去 痞子龙则眼睛几里咕噜转个不停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事情已经定下 陈南将赶往西大陆 从前他就有过这样的想法 经过今天的事情 更是坚定了他心中的一些猜测 他只能前去追查 雨昕和陈西将前往东大陆 昆仑谷现仪的百花骨 将是他们的一个战地 但绝不是终点站 虽然雨昕修为盖世 但陈南还是有些不放心 毕竟在险恶的修炼界 修为并不能够决定一切 雨昕不安适适 虽然他很聪明 这一个多月来 学习到了许多为人处事的经验 但毕竟还很嫩 小陈西很聪慧 不过却是个小孩子 许多事情还不能处理 不过他近来的表现 实在让人吃惊 他已经由三岁小童的样子 变成了五六岁的模样 小小年龄 已经有了不弱于阶位高手的修为 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便有了如此长足的进步 令神风学院内 曾经教导过 他的三个高手 震惊无比 陈南盈盈觉得 小陈西无论是心智成熟 还是身体成长 都和年岁无关 似乎只要他的修为提升 他就会长大一些 这令他无比心惊 陈南思来想去 最终决定 让紫金神龙 陪同两女前往东方 这个家伙 已经活了数千年 异常的滑料 简直比老油条 还要老油条 有他跟着 正好弥补两女这方面的不足 而可爱的龙宝宝 则将伴随陈南 前往西大陆 龙宝宝虽然还没有 彻底恢复元气 不能够参加剧烈的战斗 但已经不必躲在 陈西的体内了 在出发之前 雨昕做了一件事情 她将自赶失派 带出来的水晶棺 炼化成了龙车 据雨昕讲 这其实是一种宝玉 对于修炼者来说 称的上归宝 能够自主吸纳天地精气 平常寻的一小块 就已经是万幸了 在雨昕的盖世功力炼化下 水晶棺很快就被化成了龙车 何为龙车 就是适合紫金神龙玉空飞行 而拉动的空中飞车 在一边观看的紫金神龙 嘴巴张了又张 最后将头扭到一旁 无声地感叹了一番 人民币锦号 ET锦号人民币百分号 宝宝龙晃晃悠悠地 飞到痞子龙的头顶 乃声乃气地 对着陈南和雨昕叫道 泥丘在骂人 紫金神龙对着龙宝宝 呲牙咧嘴 不过在吃过几次亏以后 再也不敢造次了 只是瞪眼道 胡说 我在感叹今天的天气真不错 陈南和雨昕玩二 小晨熙也笑呵呵 东方神龙拉车 这的确够气魄 恐怕放眼整个修炼界 还没有人能够有此手笔 大恶人是陈南来做的 好处是雨昕和小晨熙来的的 陈南看到紫金神龙修为 已经达到了五阶境界 龙区足有六七里长 觉得应该合理利用这宝贵的资源 便向雨昕建议了一下 不想 雨昕欣然同意 将水晶棺做成了龙车 紫金神龙对雨昕有着天生巨异 也许是设于五千年前 雨昕仙子的余威 也许是对现今这个雨昕 强大实力的恐惧 分别的日子 雨昕很伤感 秋水般的毛子充满了水气 她定定地望着陈南 不过却没有说一句话 小晨熙更是依依不舍 原本一双明亮的大眼 此刻有些红肿 一双小手使劲攥着陈南的衣袖 牵着她的一只小手道 哥哥带你去捉蝴蝶 在离别之际 陈南回想起了过去的快乐时光 刚带小晨熙来到神风学院时 她练功之余 经常陪她捉蝴蝶 每日这珠海深处 都充满了清脆的童笑 这一次归来 陈南的心情始终很沉重 她现在回想起来发觉 竟然没怎么陪小晨熙 分别之际倍感愧疚 小晨熙似乎回想起了 过去的快乐时光 心绪渐渐开朗了起来 随着陈南一起在花丛中跑来跑去 雨昕也加入了进来 和陈南一起拉着小晨熙的手 帮她捉蝴蝶 渐渐地 珠海深处再次传来了清脆的童笑 龙宝宝扑扔着龙翼 飞到屋脊上 对晒太阳的紫金神龙 奶生奶气地道 你一求帮忙去捉蝴蝶 白痴才去 我才不会那么幼稚 小龙奶生奶气地教训道 你懂什么 这叫温馨 看到紫金神龙露出不屑的神色 肥胖的小龙晃晃悠悠 催促道 快去帮忙啊 本龙不去 在紫金神龙看来 让他去捉蝴蝶 简直太白痴了 宝宝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如同噩梦般的稚嫩童鹰 想在痞子龙的耳旁 他感觉一座大山 撞上了自己的躯体 敖屋 看着挂在几十丈外 在竹梢上晃来晃去的紫金神龙 小龙松开了那只紧紧攥着的小拳头 无辜地向着痞子龙眨了眨大眼 道 其实 我本善良 紫金神龙直接晕了过去 小龙晃晃悠悠地 在陈南 雨昕 小陈希周围飞来飞去 三人一龙 一副很温馨的画面 不过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陈南将小陈希抱上龙车 而后轻轻地拥抱了一下雨昕 目送他登上水晶车 雨昕 陈希抱抱 胖嘟嘟的小龙 摇摇摆摆飞了起来 乃生乃气的话语 似乎冲淡了一些离别的伤感 陈南挥手 目送着龙车渐渐远去 小龙舒服地攀在他的肩头 也学着他的样子 挥动着一只小爪 稚嫩的话语向着远处传去 道 再见 我和东东会想念你们的 星星 希希 再见 晕 你这个小东西 还真是会搞怪 陈南敲了小龙一下 嗷嗷 一百遍啊一百遍 远处传来紫金神龙的吼笑 一时间神风学院龙场众龙 吓得战战兢兢 第二百四十章 孟可尔的逆袭 这一次 陈南回到神风学院 极少有人知道 他和学院内三大爵士高手 以及副院长打过招呼之后 踏上了通往西大陆的大道 当然他的离去 怎么可能不会被一些势力得知呢 毕竟他现在乃是东方修炼界 风头最近的人物之一 以如今陈南的修为 即便遇到五阶高手 也一战的实力 这一次 他单身上路 没有像前两次那样 跟随拥兵团走 道路两旁 郁郁匆匆的大山巍峨挺立 骑风突兀 怪石凌寻 山内园体虎啸不断 偶尔有真情异兽 跑到大陆上 被龙宝宝发现后 追得乱窜跑跳 陈南即将踏上西大陆的土地 在那里 他将见证一个个绝顶强者 将探寻出一个个惊天大秘 遥远的东方 正邪圣地的传人 在前不久 灭掉赶世派的大战中 风头强劲 各个都名震修炼界 在那场大战中 正邪圣地千年来首次联手 着实让修炼界吃惊不小 联合大战风波还未过去多久 传来一则不大不小的消息 正邪圣地的暗战 如火如荼地拉开了序幕 沉寂多时 在灭杀赶世派大战中 一直未露面的孟克尔 率领门下众多精英弟子 大破秦遇到多处据点 令这一邪道圣地损失惨重 将秦遇到在东大陆三大帝国 知一楚国的部署 几乎连根拔起 各个正邪圣地 和东大陆三大帝国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台胜的明显偏向于楚国 而秦遇道则和楚国的 不墓邻居败越国 往从甚密 摧毁秦遇到在楚国的势力 楚国皇室也出动了不少的力量 孟克尔与楚越这一次可谓完胜 尤其是孟克尔 他果真如陈南猜想的那样 以身犯险 深入虎穴 竟然真的是主动被俘 眼下一出好戏 当初 疫情下孟克尔时 陈南就猜疑不已 他多次和孟克尔打交道 深知这个女子 心机深沉无比 虽非邪恶之辈 但也绝非善主 绝对是一个伟达目的 而不择手段的可怕女子 后来发生的事 正是了陈南的预料 原来孟克尔早已察觉出 他师姐的异常 事发几天前 就已仔细调查过 他知道 王林确实已经通敌 想取他而代之 不过 他没有立即出手格杀对方 而是布下一道道厉害的后招 而后将计就计 随同王林前往埋伏圈 孟克尔这样做 是有恃无恐的 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 自己体内那股封印的力量 有多么的可怕 他有信心 无论外敌多么强大 他若想逃走 解开封印后 都能够从容退去 况且 他并不是独自行动 为此 他煞费苦心 运用药物 解决了女人特有的问题 致使王林错估那几天的时间 孟克尔可谓机关算尽 连这种小细节 都精妙地算计了进去 可见其缜密的心思 王林和南宫仙 也的确够狠 怕孟克尔利用 体内封印的力量逃走 真的拿那几天做文章 不过终究功愧于 孟克尔的早有准备 被伏击时 孟克尔感应到了 陈南的气息 他差一点想退走 这个敌手的出现 超出了他的意料 不过 最终他决定冒险试一试 因为他准备充足 提前联系过 另外两个圣地传人王辉 月琴 他们躲在暗中 一切看他的守势行动 他立时动用体内封印的力量 解开了穴道 南宫兄妹 不会困神指 这样的锁身骑弓 而陈南 对于琴遇到的战利品 也不好贸然出手 免得被认为小聚对方 孟克尔深知 陈南有一门锁身骑弓 不过见他未出手 致使他进一步冒险 因为最近他的修为 提升了一大截 能够更好地控制 体内封印的力量了 这鼓励量实在可怕无比 现在寻常的风学手法 万难奈何于他 他若想离去 可以随时随地从容退走 结果一切是那样的顺利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赶世派大会 已经灭掉赶世派的密谋 将南宫兄妹羁绊住了 南宫兄妹封印了 孟克尔108处大学 认为他已经万难逃离 却万万没有想到 琴遇到的风学手法 对他起不到半点作用 在南宫兄妹 王渝和陈南商议 灭掉赶世派之际 孟克尔却已经开始 实施下一步的杀招了 首先他找上了他的尸姐 看着孟克尔从容地找到他 王林立时被镇住了 他本无反弹台圣帝之心 只想做弹台圣帝的第一传人 孟克尔的志向很大 他的眼光并没有局限于 一个弹台圣帝 他并没有立时对王林出手 也没有责怪对方 而是开诚不公地对王林讲 以后弹台掌门之位 将传给王林 而他自己的脚步 不会紧紧止于 挣到几个圣帝 两人是一起长大的 王林深深知道 自己这个师妹的手段 自从事情一败露 他就已经知道 他彻彻底底地输掉了 众墨 威胁之下 王林很快就妥协了 他是聪明人 知道取舍 他不担心自己的安危 孟克尔的心很大 以后需要他的地方还很多 和孟克尔妥协 他以后得到的利益 也会很多 各个圣帝和陈南 在密谋灭掉感世派 而弹台圣帝 两个心机深沉的女子 已经在开始商议 剪除情欲到在楚国的各个据点 甚至已经准备 在感世派灭亡后出 首席杀南宫兄妹 一切都很顺利 在王林的提醒下 南宫兄妹认为 将孟克尔幽禁在丰都山附近 非常容易暴露 毕竟几派圣帝传人都在这里 万一事情败露出去 那将是天大的麻烦 他们听从王林的建议 封闭孟克尔 全身365处大学 将他押往离这里 很近的楚国第二大城市中的 情欲到据点 然而 风学对孟克尔来说 只能算个笑话 情欲到在楚国部署的据点 是异常秘密的 但台派费尽千辛万苦 也没破获一个小小的据点 而如今 孟克尔却成功打入敌方重地 至此 孟克尔结合自王林处得来的信息 以及这个第二大 据点处的书信等线索 开始顺藤摸瓜 逐渐将情欲到 在楚国的所有部署 都查探了出来 最后 当八派灭掉感事派 取得重大胜利时 孟克尔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他不动声色地通知楚越 开始多方部署 而后联系王林 准备在某一特定的时间 端掉情欲到各个据点的同时 袭杀南宫兄妹 准备彻底让感事派这一代 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 南宫兄妹 毕竟不是简单的人物 尤其是南宫仙 其心机绝不下于孟克尔 在灭杀感事派后 他第一时间觉察到了 事情有些诡异 通过种种蛛丝马迹 发现大事不妙 立即飞鸽传书 通知楚国境内各个情欲到据点首脑 马上率领弟子 退出原据点 密地隐藏起来 同时 他和南宫仙在孟克尔赶到前 先一步动手 开始袭杀亡灵 南宫仙虽然了得 但毕竟失招在先 这时一切动作都有些晚了 一夜间 秦遇到在楚国的部署 被连登拔起 虽然首脑人物大多都逃走了 但外围门下弟子死伤无数 在楚国的多年的心血 几乎毁于一旦 而他和南宫仙 也未能成功击杀亡灵 只将对方击成重伤 最后不得不在孟克尔率人赶到时 含恨离去 孟克尔的这次逆袭和灭杀赶士派这样的大风暴比起来 只不过算是一阵不大不小的风 不过这则消息 却在正邪圣地之间炸开了锅 正邪之战真正拉开了序幕 孟克尔的这一仗 可谓漂亮之极 令所有邪道圣地传人深深警惕 也让所有关注正邪之战的修炼界人士 再一次对孟克尔刮目相看 深赞这个女子 手段果然了得 她虽然没有参加封都大战 但这一次 其不凡的手段与胆谋 令其名气同样在修炼界提升了一大截 已经成为年轻一代影响力最大的风云人物之一 南宫兄妹可谓惨败 但这对兄妹并未有丝毫沮举丧感 南宫迎平时风度翩翩 虽然给人一种我就是银贼的表象 但却并未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 事实上此人生性开朗 不过言行有些淫荡而已 惨败后 南宫仙儿战意高昂 他不沮丧 不气馁 反而像投入了某场极为有趣的游戏一般 觉得找到了一个难得的对手 开始计划下一局的玩法 邪道六圣帝 已经出现轩辕道 情欲道 绝情道 混天道四派传人 正道五圣帝 也已出现无忧宫 弹台派 小林寺 紫霄宫四派传人 在敢示派灭亡风暴结束之后 正邪圣帝之间暗战不断 大大小小的战斗 已经不下数十起 当然 像孟可儿那次大规模的逆袭 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正当各个圣帝当代传人 紧锣密鼓部署之际 孟可儿这个令所有人侧目的女子 再次反常理出牌 他认为 正邪之间虽然较量不断 但却总是在重复老一辈的对抗方法 你派战上封后 我派紧接着报复 杀来杀去 最后也只是纠缠不断而已 难以体现出 各派当代弟子 孰强孰弱 孟可儿高调地向各个邪道圣帝 当代最杰出弟子下战书 他将在魔法与斗戚共存的西大陆 恭候各位邪道圣帝传人 一个女子如此大气的手法 历史令修炼戒人士侧目 在这则挑战书发出不久之后 各个正道圣帝传人历史响应 认为 这个注意妙觉无比 而且 王辉 月勤等人高呼 各圣帝传人 都不应带己方势力 前往西大陆 应凭借一己之力 在西方发展 而孟可儿下发挑战书的当天 也是陈南 动身前往西大陆的第一天 混天小魔王 南宫营 南宫仙 齐腾 宣元峰私下会面后 密意良久 而后对外宣布应战 一时间 东大陆刮起一股旋风 各个大小门派 无数年轻高手开始动身 准备前往西大陆去凑热闹 见证正邪圣地 这次具有叠开生面的大决战 在陈南动身不久之后 东大陆无数青年高手 也开始向西大陆进军 接连一系列事件 孟可儿无疑已经成为 修炼界的风云人物